字幕志愿者 我是唐杰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台湾官名悼念安倍的发言 被翻译成日文 五天点月高达350万次 外媒称滴滴出行 传出遭中共罚超过10亿美元 乌克兰第一夫人访问白宫 欧洲热浪向北蔓延 多国高温创历史记录 新闻开始先来看到 国际关注台海局势 美国地系舰队发声明指出 伯克级飞弹区逐舰班福特号 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 19号通过台湾海峡 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对此次航行 今年美舰至少已经6次公开始经台海的消息 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天表示 国军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 状况均正常 另外班福特号在本月13号和16号 分别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任务 中共再次跳脚回应 产业焦点来关心 美国参议院本周辩论晶片法案 19号参议院以64票赞成 34票反对通过程序性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 法案对中国设置护栏条款 将要求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 10年内不得在中国大陆 扩建或兴建先进半导体产线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 今天被问到相关问题时指出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布局都在台湾 但是如果就这个目前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 那事实上对先进制程 那台积电就是目前在美国设厂 然后到日本投资 那其余的先进制程都是在台湾 做这个相关的未来的这个开发 那这个就是因为整个台湾在相关的供应链 人才还有相关的基础设施 还有配套等等 都是最适合让先进制程持续在台湾发展 金变法案的护栏条款是为了确保中共等竞争对手 不会因为美国法案而受益 白宫已经公开表示赞成 而在法案投票前夕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ADR涨超过3% 周三台积电在台股的股价最高来到503元 市值也重回13兆元 重新作文亚洲一哥 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率领的官方访团 上午拜会总统蔡英文 比尔表示欧洲议会通过了许多友台决议案 他强调台湾的专业知识在世界扮演专业角色 全球都应该支持 比尔还说只有台湾人民可以决定台湾自己的未来 警告中共不要破坏台湾的蓬勃发展 总统蔡英文上午接见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率领的官方访团 也是欧洲议会高层首度正式访问台湾 意义非凡 欧洲议会从去年1月至今 已经通过20项友台决议案 展现挺台力道 这个月初 欧洲议会更通过决议案 支持台湾与欧盟深化经济关系 事实上 欧盟一直是台湾最大外资来源 去年台湾对欧洲的投资也创下新高 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 希望台湾和欧盟一起建立更坚实的伙伴关系 并且加速推动双边投资协定 为双方的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 蔡英文也表示 希望能与欧盟建立更坚实的伙伴关系 加速推动双边投资协定 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阵线 新唐人野太电视 曾亿豪倩如台湾台北报导 再关心 昨天英国媒体报导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8月将访问台湾 这将是25年来美国国会访台的最高层级 昨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跳脚回应 而美国国会两党也正酝酿新的挺台法案 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不得安排佩洛西众议长访台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好 针对佩洛西访台传闻 中共外交部昨天又跳脚回应 称美方不得安排 然而中共威胁下 美国国会的挺台行动持续 美国两党议员梅南德兹 与葛瑞姆4月访问台湾 回到华府后提出台湾政策法 内容包括提供台湾军援资金 制裁升高敌对情势的中共官员 赋予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 要求美国国务院协调 更改我国驻美代表处名称等 梅南德兹说 有信心法案在下个月初闯关 美国晶圆代工厂革新执行长周二表示 如果支持美国晶片产业的法案 未能在未来几周内通关 纽约北部新厂的计划可能被延后 美国商业部工业技安全事务次长 埃斯特维兹表示 美国与其他37国的成功合作 降低了对俄罗斯的出口 这对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提供了蓝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周二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美中是否达成协议 避免将约200家中企自美国交易所退市 2024年将是中企自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 退市的最后期限 除非美国监管机构能够完全检查这些中企的审计文件 日经中文网报道 目前日本的云端服务市场 分别由亚马逊网路服务 微软 谷歌瓜分 光是这三家就占了将近6到7成 本土市占不到5成 不过日本政府根据5月通过的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将与民间企业携手共同打造 线上管理和共享行政数据的云端平台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同一集团19号深夜宣布斥资新台币290亿元 回购台湾加勒服60%股权 取得诸冠机关许可之后将正式收购台湾加勒服 而观察量贩业事况可说是相当火热 美商好事多今年宣布直接全资经营台湾的好事多 全联则是砸下重金收购大润发 外界分析零售业透过收购扩大规模的同时 经营模式将大大改变 传了近8个月的台湾加勒服出售案 19号正式拍板 同一与统一超商召开重大讯息记者会 宣布斥资新台币290亿元收购加勒服 预计明年中旬取得全台加勒服340间门市 立拼台湾零售业霸主地位 交易完成后 同一企业与统一超商将分别持有 台湾加福股费股权公司 70%与30%股权 本次的股权收购后 统一集团的一个全通路的策略 将得以更加的完善 统一动作积极也跟全联步步进逼有关 全联去年买下大润发 上周通过公平会通过 接下就掌握超市量贩量大通路 2022年营收挑战1900亿 而统一这回如果顺利收购台湾加勒服 将拥有超商超市量贩 以及线上电商不同零售通路 结合以后会不会导致这个通路市场更加的集中 导致这个结合事业涨价的能力更高 所以这大概是未来我们针对这个案子 可能会着重的两个比较大的面向 是否构成产业垄断行为 也是主管机关重点考量 试况来看台湾量贩业市场规模2287亿 主打会员制的美商好事多 今年宣布亲自经营 市占率42.8% 加勒服市占32.3% 旗下还有丁豪以及Jason超市 而第三名则是大润发11.7% 第四名为远东集团旗下的爱买市占4.6% 专家分析零售业大者恒大趋势明显 以并购来快速扩大客户群 也着眼会员经济 那有没有可能我可以透过网站去购买加勒服的东西 然后在我家附近的7去领取 这种线上线下 然后日常生活大量购买 以及生活便利性的一个整合会变得更完整 造出来 所以未来我觉得量饭店的一个经营 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三大量饭店经营模式 渴望大大变革 零售业走向水平跨域整合 各自打造生态圈 运用集团优势 也正在改写零售业版图样态 新杂地市王冠林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 外媒报道 中共当局即将对网约车巨头 滴滴公司开出13亿美元的天价罚单 据路透社报道 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安全调查之后 中共将对滴滴出行处以13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一旦罚单被正式公开 中共当局将不再禁止滴滴平台增加新用户 其移动应用程式 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商店重新上架 2021年6月 滴滴在美国上市 仅4天就遭到中共当局严厉调查 导致其股价一度暴跌超过80% 2022年6月 滴滴正式从美国退市 仅一个多月后就传出了 中共将结束调查 并开出天价罚单的消息 台湾的国营5月对中国 曝险战净值比下降 另外不堪清零之苦 上万富豪计划离开中国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还没用过万能醋吗 好市多现实优惠看过来 第一名店万能醋 使用日本大营酿等级白米 广岛喝爆纯净软水 酿造出温润甘甜的口感 开胃小菜腌制方便 凉拌沾酱 煎煮炒炸 任何料理一事就对味 7月11日到21日 全台好市多现实优惠 第一名店万能醋 国外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 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 并防止漏油 容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国外优胜油风 下龙企业 首创智慧监控气体 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刚平的 入库查核 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 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 远端遥控 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音点盘点时间 节省人力 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好来关心 台北市长选战开打 代表民进党参选的 陈时中竞选团队 整队完毕 邀来前副总统 陈建仁 以及多名立委 讨论度相当高 不过最早宣布 投入台北市长选举的 蒋万安 至今还没有公布选举团队架构 还遭媒体爆出 幕僚团队有出走潮 基层相当忧心 蒋万安打选战步调太慢 成了躺聘租 对此蒋万安今天受访回应 没有任何什么躺平 而是奋战拼搏到最后一刻的战事 我们的团队大家非常非常的积极 我们也纳入各方支持的力量 我们的团队没有出走潮 而是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多志同道和认同理念的朋友 愿意加入一起协助 我们是越来越有信心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团队 都是纳入多元的人才 来自各个领域 这也是一直以来 我用人的原则 至于有莱茵小姬对蒋万安提出建议 指出此立委才能破釜成州打击黄珊珊 对此蒋万安仅回应 现在最重要的是全力冲刺 跟各方议员紧密配合 积极努力打团体战 大家都是台北队 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诗中 在周一正式卸下卫福部长的职位 周二就正式宣布竞选团队就位 并在今天上午趁盛追击 拜会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 吹响民进党北市选举的团体战号角 这次的选举里面最重要的我们代表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团结合作 那市长的候选人有充分的一个准备 就要跟大家来沟通 我们不是说只有一面的就是自己以为自己会做 会做事情就不需要沟通 我们需要跟议会充分的沟通 只要有一些愿景我们会提出来 我们当然有一些施政的计划我们就要提出来 但是我们要把它做对做好 就要靠各位我们议员大家的监督 也在基层里面看到基层的需要 中国房企风暴未歇甚至延伸烂尾楼挺带潮 不仅引起外资疑虑 台湾金融机构也秀出风险 持续减少对中国的曝险部位 根据金管会统计 国营今年5月底对中国曝险滑落至新台币 移造8,380亿元 较去年同期大减5,447亿元 占净值比重为30.2% 在创2013年第三季以来最低记录 根据金管会清查 国营在中国地区分行及子行 并没有对中国地区烂尾楼事件的受信曝显 继河南河安徽的村镇银行爆雷后 又有多家审计银行将储户的银行卡冻结 导致民众无法取款 据政权报7月18日报道 近日海南省加大断卡的行动力度 一些持卡人称自己的银行储蓄卡被冻结 只能存款不能取款 线上交易也受到限制 调查还发现北京、山东等其他地区 也出现类似情况 多家银行表示 此举是为了配合断卡行动而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不过 由于最近大陆多地爆发烂尾楼停贷断工潮 造成银行银根紧缩 不少人怀疑银行是拿断卡当借口 来解决自己现金流不足的问题 根据网友们提供的消息 目前出现账户冻结问题的银行 包括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以及平安银行 网上还有分析指出 由于房地产面临崩盘 很可能是政府在做局 让老百姓紧张 转而把钱拿去买房 投入房地产市场 据彭博社报道 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下 上万名中国富豪正计划离开中国 人才和资金的同时外流 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影响 前面来看记者金时的报道 好的主播 据总部位于伦敦的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anley Partners估计 约有一万名中国的高静止人士 希望移居海外 以逃离清零政策 这将导致48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外界预测 中国可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 第二大财富和人才外流国 彭博社举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现年46岁的上海餐馆老板胡先生 最近已经将两家高档餐厅以2000万人民币出售 并聘请了移民律师和理财经理 希望将他和他的财产搬出中国 胡先生说他过去无法想象 自己有一天会离开上海 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然而在今年上海封锁之初 他说自己几乎被饿死了 他非常难过 觉得现在是时候离开了 一个更为公众熟知的案例 是上海亿万富翁 游戏开发商心动公司的CEO黄一梦 身价12亿美元的黄一梦 曾在6月份宣布将举家移居海外 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掀起了清零政策 推动移民潮的讨论 不过现在对这些富人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 北京当局是否会允许他们离开 报道称 虽然中共当局没有明确的收紧限制 但移民律师表示 近几个月来 随着护照处理时间延长 文件审批要求提高 移民已经变得更加困难 其实早在2020年底 中共就以疫情防控为由 不鼓励公民的非必要出行 此外 中国公民也越来越难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出中国 按规定 中国公民每年最多只能将5万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而近年来 即使这5万的兑换额度 在现实当中也会受到限制 外媒注意到 在稍早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运动当中 当局和中国富人阶层的关系就已经十分紧绷 而如果中共再限制富人出逃 那么无疑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 不过对下了决心要离开的人来说 总是会想尽办法 彭博社引述一名中国移民律师表示 春季时来咨询移民的人数比一年前增长了3到5倍 另有7位匿名的银行人士表示 有关如何将资金移出中国的咨询正在成倍的增长 第二季度的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经济严重下滑 而随着最新一轮疫情的升温 各地又祭出了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 野村分析师终于在一份报告中说 在中国目前的41个城市当中 约有2.64亿人遭受全面或不分的封锁 彭博社则认为 清零政策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长期经济损失 将由中国人才和财富外流的最终规模所决定 全球法轮功学院和平反中共迫害 已经23年7月15号与16号 德国法轮功学院在首都柏林举行三次大游行 希望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与中共暴行 德国国会议员呼吁联邦政府严厉制裁 中共侵犯人权的罪行 一起见证中共暴政的终结 7月15日 游行从原西柏林维腾贝格广场开始 这里是柏林最著名的商业大街库达姆的开端 欧洲最大百货商杀之一卡迪威就坐落在此 游行队伍由妖谷队 法轮大法好 停止迫害法轮功和世界需要真善忍方阵组成 庄严 祥和 在著名品牌商业大街缓步前行 很多路人驻足观看 想了解法轮功真相 来自德国不同党派的多名政治家 对法轮功和平反迫害23周年发来致辞 金民盟国会议员维斯对法轮功表示感佩 感谢你们通过不懈的努力 为人权树立了如此重要的榜样 在中国 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持续了23年 这场迫害中的事实和数字不仅令人震惊 而且非常可怕 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在与中共政府打交道时 采取更明确的政策 我们必须比以往更严厉地处理和制裁中共侵犯人权行为 金民盟国会议员德弗里斯来信强调 在中国 法轮功继续受到镇压 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 但我相信 自由和人权最终会胜利 我们不能胆怯地屈服于独裁者的压力 金社盟国会议员盖斯勒认为 法轮功成员成为器官盗窃的受害者 这是最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想向德国和古迹上的朋友们发出呼吁 我们也将维护在中国的人民的权利 我们将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压迫 和残暴最终结束 社民党国会议员斯瓦伯来信说 二十多年来 中共政府对法轮功 进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 我再次呼吁中共政府要维护国际法 尊重人权 台湾驻德国代表谢志伟教授表示 中共二十三年前对法轮功的第一次打压 就等于是在呼吁自由世界团结起来 反对这样一个残酷的暴政 任何践踏这些基本权力的政权 都不能不承担后果 这句话同样适应于中共政权 对西藏人 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犯下的暴行 新唐人电视台 德国记者站柏林报导 美国前防长建议台湾延长义务疫情 苏奎回应 另外普丁称乌克兰谷物出口谈判取得进展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 由于是现代艺术化生的 to develop new medicines from Antrodia cinnamomia We will not allow marginalization of rare diseases We specialize in assistance for R&D Alps Biotech 台灣近期越來越熱 氣象局臉書表示 沒有不熱 只有更熱 從昨天開始 這週天氣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高溫達34到35度 北部有機會高達37度 週末省至可能更熱 我們現在看起來就是 禮拜五之後 大概連續三天 這種高溫的條件 相當的明顯 所以我們是提醒大家 注意高溫的問題 算是類似熱浪帶 因為我們是海洋國家 我們有海風的調節 所以我們的熱浪概念 跟大陸型國家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是因為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不太容易定義一個 跟國際能夠類似的熱浪定義 所以我們大概只能強調 就是說會有高溫 再來關心 簽名國國防部長艾斯培建議 讓年輕的台灣男性女性在軍隊中服役至少一年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表示 總統蔡英文任內持續加強國防和區域國家合作 軍事人員準備訓練也不斷檢討精進 美國國防部周一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達成協議 將在三年內打造約375架的F-35戰鬥機 大幅提升美軍實力 五角大廈武器採購長拉普蘭特周一宣布 美國國防部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已達成口頭協議 購買375架美國F-35隐形戰鬥機 根據F-35戰機當前的價格 這筆交易總價值高達300億美元 但受到通貨膨脹和生產放緩的影響 最終的飛機數量和交易價格將在近期敲定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則在聲明中表示 應該可以實現每架飛機的成本低於通貨膨脹的趨勢 F-35戰鬥機是美國國防部軍械庫中最具殺傷力 高操作性和高擴充性的隐形戰鬥機 五角大廈此次砸下重金大量買入F-35戰機 將使空軍戰力大幅提升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丁19號到訪伊朗首都德黑蘭 與伊朗總統萊西及土耳其總統埃爾段舉行會談 正是普丁2月下旬揮軍烏克蘭以來 首度出訪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外的國家 普丁在與埃爾段的峰會上表示 烏克蘭穀物從黑海出口的問題取得進展 上週土耳其官員表示 聯合國俄羅斯、烏克蘭與土耳其有望在本週達成協議 將因戰爭困在烏克蘭黑海港口的股物運輸出口 杜特社報導普丁表示 俄羅斯準備為烏克蘭糧食出口提供便利 但也希望西方國家取消對俄羅斯糧食出口的限制 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納子倫斯基訪美期間 美國白宮官員19號向外界透露 情報顯示 俄羅斯已經展開行動 準備併吞更多烏克蘭領土 我們今天有資訊 包括訊息的訊息 我們可以分享給你 我們有資訊息 為烏克蘭的土耳其有關 在烏克蘭的土耳其擁有 它擁有 在烏克蘭的負責任 我們看到明顯示 在烏克蘭的負責任 在烏克蘭的土耳其擁有 在烏克蘭的土耳其擁有 烏克蘭的土耳其擁有 的一種 可以稱為一個 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 我們看到2014 比如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指出 俄罗斯准备复制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德模式 计划在乌克兰赫尔松 扎波罗热 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等地进行假公投 最早可能在9月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谢谢你的收看 再会 台湾的未来需要你我共同维护